大家好,上一个视频我们说到西方的少数政客呼吁抵制几个月后在北京举办的冬季奥运会 这些政客呢,目前都停留在嘴炮阶段,产生不了实质的影响 明年二月份啊,北京冬季奥运会会如期的顺利的举办的 北京在08年也办了奥运会,那一次啊,西方的政客也是呼吁抵制的 而且那一次啊,才是真正的来势汹汹的 我简单的带大家回忆一下啊 08年3月14号,拉萨发生了一些藏毒势力所进行的打砸抢烧等等一系列的违法活动 纵获300余处,其中呢有18人被烧死砍死,另有382人受伤 紧接着呢,西方就这个世界大做文章,说我们压迫少数民族 压迫藏人,对藏人的不民主没有人权 紧接着呀,在德国,在英国,在法国,在美国,在韩国 在澳大利亚的这些各地的所谓的流浪藏人组织,其实都是一些藏毒组织啊 然后纷纷的发表各种声明,配合着西方的政客 进行着各种的反华运动 尤其是啊,奥运圣火在传递期间 这些所谓的藏毒人士啊,加上这个海败的独立运 开展了大规模的抢夺圣火的运动 当时啊,奥运圣火传递到了巴黎,伦敦,堪培拉,还有韩国等等 都遭到了这些所谓的反华势力的抢夺,阻挠等等 那么各地的华人留学生呢,都自发的去抢夺圣火 保卫圣火,阻止了他们的图谋 当时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啊 在国内啊,当时看百度啊,优酷啊 有很多这样的视频,有很多呢 当地的华人留学生啊,保卫圣火 我印象最深的呀,是有两个 有一个好像是在德国吧 有一位呢,我们是坐在轮椅上的火炬手 遭到了藏毒人士的攻击和抢夺 但是啊,圣火呢,最终被护了下来 可以啊,顺利的传递了下去 另外一个呀,就是在韩国 是在韩国的哪里啊 我忘了,不是在首尔 也发生了非常大规模的抢夺圣火的运动 当地的华人啊,还有留学生等等 自发的呢,都举着红旗 对吧,去保卫圣火 当时是啊,发生了一些的混战啊 我记得当时的视频啊 这些藏毒势力啊 甚至拿这个砖头石块去拍留学生 有一个留学生的脸上啊 都流了不少的血啊 然后呢,他们把这个砖头抢了过来 但是被他们拍了照片啊,说这个海外的留学生啊 没有素质啊,拿着砖头啊 要打人呢,事实上呢 当时他们仅仅是把砖头给抢了下来 避免受到攻击 而且也没有去回击 对吧,但是彼此互骂呀 等等啊,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想百度再去找这些视频啊 其实没有找到啊 可能是过的年头太多了 但是在油管上呢 我找到了一张啊 一个小视频 这个视频呢 他们叫做427保卫圣火成功纪念 这个视频就是韩国的圣火呀 已经顺利传递完了 然后当时会圣火的呢 这些留学生嘛 录了一个纪念的视频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那是从寻伤彩下的红 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 一张天下最美的脸 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 一张天下最美的脸 让我守在梦想广望的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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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 我为你祝福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空气飘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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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鸡 你不会衰老 你不会衰老 你牵引着我 你牵引着我 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 当我离开家的时候 当我离开家的时候 你满怀深情 吹向号角 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 我为你祝福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 我为你祝福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 我为你祝福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视频上的这些留学生 年纪看起来很年轻 因为08年我也大学 刚刚毕业一年 他们和我那个时候的年纪差不多 那么现在估计和我差不多 或者比我大那么一两岁 估计现在也大概40左右了 也都是成年人了 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 我觉得会感到非常的骄傲的 也会感到非常的自豪的 不过今年的冬季奥运会 并没有圣火传递 如果有圣火传递 肯定会遭到这些事情的 今年是在希腊点完圣火 直接就坐着飞机 护送到北京去了 即便有传递 也是在北京市传递 那如果在中国的范围内传递 显然不会出这些幺蛾子的 今年之所以不传递 两个原因 一个是冬季奥运会 没有夏季奥运会 那么受重视 那么受到关注 第二个原因就是疫情的原因 譬如几个月前 举办的日本的冬季奥运会 圣火也基本上没有传递 因为疫情你在传圣火 再有很多人 那不又大规模的聚集了吗 显然和各国的防疫政策是不符合的 所以看到西方的政客 抵制几个月后的北京冬季奥运会 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这些事情 其实08年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不仅仅是这些 08年还有汶川大地震 而且开年的时候 还有南方的大雪 当时广东火车站 很多人都困在那里的 对吧 甚至我看到用人在传递 大家把困在里面的人 一个一个的举着给递出来 当时温家宝讲了很著名的一句话 叫做多难兴邦 08年我们其实面临的天灾也好 人过也好都是不少的 当然有很多人讽刺这句话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讽刺的 那你说面临着大地震大灾害 那你去了 对吧 除了权力主张救灾之外 那也就是给大家加油打气了 虽然很多人受灾了 对吧 心理不好受等等 但你这个时候不加油打气怎么办呢 你能说 我们要完了等等 那显然是不行的 这种时候必然都是加油打气的 像98年大洪水 老江去了长江县上 也都是 那也就是给大家鼓鼓劲 那还能怎么办呢 呃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啊 08年之后呢 到今天啊 中国的发展啊 呃 也是上了一个新台阶的 不管是从全民的收入啊 国家的整体实力啊 综合实力啊 都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 当然也带来了一些 比如这个房价啊 涨得过快快啊 拉大了屏幕差距啊 但是总的来说呀 嗯 经济啊 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发展 国家的综合实力啊 在国际上的地位啊 等等啊 都是直线上升的 所以今天啊 对吧 北京这个不要说是冬季奥运会了 即便是夏季奥运会啊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 比08年啊 都要好上很多的啊 都要好上很多的 对吧 08年不仅是国内的灾害 你看当时这个藏独势力 多么的猖獗呀 四处阻挠 生活的船地 不仅仅是这个啊 其实温川地震的时候啊 呃 海外的华人 尤其是美国的啊 组织捐了很多的钱 呃 当时他们在纽约啊 进行募捐活动 对吧 当时也有很多这个轮子呀 去捣乱啊 打着旗打着口号 不让他们捐款 对吧 说你们捐款了呀 呃 到不了人民的手里啊 都到了官员的手里啊 啊 这个各种捐款呢 各种灾款呢 都被贪污了呀 这个纯属扯淡 对吧 呃 温川呢 灾后重建 那一撞撞大楼 一撞撞居民房 对吧 包括重建的学校 那都摆在那里的 重建后的北川市呢 其实比镇前 这个这个整个城市的规划等等 变得都更好了一些啊 这个重建完的整个城市都摆在那里的 你觉得重建一个城市 花的钱很少吗 那花的钱是很多的呀 对吧 主要的呢 还是以其实还是以财政发布 各省元件为主 对吧 大家的捐款呢 呃 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啊 呃 比如我们省啊 也援助了北川的某几个项目啊 因为还有各个省的元件啊等等啊 这些 共同促成了吧 当时汶川地震的整个的重建 呃 今年啊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灾害 比如这两天江西啊 具有水灾 呃 再加上前几天的限电啊 但是和08年比啊 已经不在一个规模上了 对吧 已经不在一个程度上了 那同样的啊 这个 这些人会啊 不管独轮运啊 藏独啊 江独啊 对吧 包括香港这些啊 也都趋于平静了 也不像08年那么猖獗 这也说明啊 整个社会治理能力呢 也变得更好了啊 同样的08年呢 带来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实质性的飞跃和实质性的发展 那我相信啊 这一次的北京冬奥会开完之后呢 中国争国呀 也会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的发展的 呃 就像18年贸易战打到今天啊 对吧 这个 我们可以感觉到啊 对吧 虽然国内的经济 你不可能受不到伤害 但是在这个全球的大环境下 尤其是和中美之间的对比啊 也是越打越顺 对吧 越打呀 大家越有自信 越打呀 呃对美国呀 也越来越无所畏惧 这种自信啊 和这种无所畏惧 归根结底 还是我们能看到啊 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综合实力 所以 呃这一次北京冬奥会呀 虽然没有夏季奥运会 那么盛大 但是啊 他必然啊 也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始 也意味着呢 中国的 对吧 十三五也好 下一个阶段的经济 社会 法治 人们的发展呢 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那好了 这一期视频啊 就录完了啊 主要是啊 就是想起了08年啊 当时中国也是多灾多难 再加上呢 这些外部的势力啊 各种的阻挠啊 再加上西藏啊 当时发生了打杂事件 西方呢 借着这个打杂事件啊 进行各种的大幅的污蔑啊 高举了人权的大旗啊 各种的来势汹汹啊 其实比今天严重的多了啊 严重的多了 对吧 今天啊 一个是奥运会啊 都快了没有国家要办了啊 二一个冬季奥运会 没有夏季奥运会影响那么大 三一个呢 西方这些政客 现在也就停留在嘴炮阶段 其实啊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呢 请订阅一下